随着巴黎奥运会的脚步日益临近 全球体育迷的目光 纷纷聚焦于各国奥运代表团的最终名单上 近日国际排联正式公布了 中国女排征战巴黎奥运会的13人终极阵容 其中经验丰富的老将丁霞的入选 无疑为这支队伍增添了几分稳定与坚韧 他将第三次代表中国女排站上奥运会的舞台 续写着自己的传奇篇章 然而这份名单的公布也伴随着一丝遗憾 此前备受瞩目的年轻二传手徐晓婷并未能如愿入选 他的奥运梦想在这一刻暂时搁置 对于众多支持徐晓婷的年轻球迷而言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消息 他们曾满怀期待 认为徐晓婷的回归集训是通往巴黎的积极信号 但最终的结果却未能如愿 回顾徐晓婷的归队经历 他曾在福建漳州与中国女排会合 积极参与集训 这一举动曾让外界纷纷猜测 他或将成为中国女排二传位置上的新希望 然而随着官方名单的尘埃落定 这些猜测也随之化为泡影 那么徐晓婷此次临时的回归 究竟意义何在 从专业角度分析 徐晓婷的加入很可能是作为陪练角色 为中国女排的主力阵容提供高质量的模拟对抗 在备战奥运的紧张阶段 这样的陪练对于提升队伍的整体状态 磨合战术配合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徐晓婷以他的专业精神和无私奉献 为中国女排的备战工作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尽管他未能直接站上奥运会的舞台 但他的努力与付出 同样值得尊敬和铭记 关于丁霞的入选 尽管外界存在不同声音 认为他的状态已不如当年 但作为中国女排的老将和功勋球员 丁霞的经验和领导力 对于队伍来说依然是无价之宝 在关键时刻 他的稳定发挥和丰富的大赛经验 往往能够成为队伍的定海神针 因此教练组选择信任丁霞 也是基于对他全面能力的认可 当然对于徐晓婷等年轻球员而言 未能参加巴黎奥运会 或许是一种遗憾 但这也是他们成长道路上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一次的挫折与失败 都是宝贵的财富 他们将激励他们更加努力的训练 不断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 为未来的比赛 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总之 中国女排的巴黎奥运会名单 已经尘埃落定 无论是入选的球员 还是遗憾落选的徐晓婷 他们都在为中国女排的荣誉与梦想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 为他们加油助威